首先回到我们的POWER-EI 我是不是要做文字探勘 这个文字探勘里面 我有没有 复获力的持平 没有吧 所以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档案叫进来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这边请点文字CSV 然后去选复获力持平 然后开启 它变成有那个持跟属性 点选载入 我这边是不是就有了第三张资料表 复获力持平 针对这张资料表 复获力持平 colon1 就是把colon1再分出来 分出来之后 我可以产生另外一个蓝 叫做所谓的持性 然后到时候我就把那个持性去分类 所以针对这一栏我又可以再去划分 如何划分 请用常用转换资料 找到刚刚那张资料表 叫复获力持平 麻烦请把这一栏去做分隔资料行 依分隔符号 依分隔符号 所以它已经帮你选好了 你这个时候只要按确定就好了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持 这就是持性 请把右刮符拿掉 滑鼠右键点黄色这个地方 取代 取代值 然后要寻找的值是右刮符 取代为什么 什么都不要打确定 我现在最后请做常用底下的这个 关闭并套用 你这样就三个蓝了 请做刚刚以上动作叫资料清理 准备 请查看